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圣彼得堡海军上将造船厂考察 俄罗斯元首视察了勘察加地区 彼得巴普洛夫斯克号潜艇和两艘再舰破冰巡逻舰 以及破冰船 随后普京总统出席了另外一艘破冰巡逻舰的分段建造开工仪式 俄罗斯目前正在执行2030海军发展计划 旨在巩固俄罗斯的海军强国地位 按照该计划 俄方将建造核动力和柴电动力多用途舰艇 递销飞行器和包括无人潜艇在内的机器人系统 最新研发出的武器将在2025年后入役 目前仅计划建造和改装现有海军装备